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邓卫新剧《仙台有数》即将播出,你觉得会掀起一定的水花吗? 历时两年半时间,邓卫的第一部大翻上星电视剧《仙台有数》即将播出 今日爱奇艺平台发起了关于《仙台有数》电视剧播放时间的讨论 一时间关于《仙台有数》电视剧的讨论冲上了微博热搜 《仙台有数》电视剧由邓卫担任男主角,饰演的是先修奇才苏易水 搭档的女主是向韩芝 向韩芝,作为近年来最受观众关注的00后女演员 本身的颜值条件非常不错,同时兼具微博话题热度 《仙台有数》这部剧由尹涛指导,刘芳编剧,造型师未易小雅,改编自狂上加狂的同名小说 邓卫与女主角经历了两世的爱恨纠葛,展现了一段深情后裔的故事 讲述了先修奇才苏易水在18年前被师父沐清歌改变天命,一向离京叛道的女魔头沐清歌也为此背负污名死去 18年后,沐清歌化为薛冉冉,而已继任西山派掌门的苏易水将体若冰死的冉冉收入门下 是要护他一世周全,自此两人师徒身份互换,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作为一部仙侠类电视剧仙台有数的本身题材,就很受观众的喜爱 就像近几年类似仙侠题材的《花千古长月静明》都获得不少的关注度 在这部剧中,邓卫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他的演技细腻且充满力量,江苏易水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造型方面,邓卫的颜值和身材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白发、卷发、战甲等多款造型都帅气逼人,令观众大呼惊艳 同时,邓卫在剧中的形象也备受好评,他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塑造也深入人心 成功地将苏易水内心的挣扎、痛苦和执着展现出来 使得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这个角色的情感世界 此外,邓卫在拍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他对于角色的塑造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而是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,力求将角色呈现得更加立体和生动 同时,他在拍摄过程中也克服了诸多困难 如穿着厚重的战甲吊威亚等,展现出了出色的体态和核心力量 最近《仙台有数》将要播出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期待? -end- - - -